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多年以前 一个外国朋友跟他母亲来台湾旅游 他的母亲走路不太方便 于是我就帮他准备了一张轮椅 希望他在旅程中可以使用 我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你的身边也有 下次行动不方便的朋友 你会跟我一样觉得他需要的是一张轮椅吗 朋友当时转述母亲的话对我说 他的走路不太方便 可能会对旅程造成一些困扰 真的很不好意思 可是如果可以的话 他希望能够慢慢走 他会赶上我们的 这段话给我一个仿思 当我以为对方需要的是一张能够稳定 移动轮椅的时候 其实我并不知道对方心里面需要的是什么 2012年我在工业院负责机器人研发 有一天一群深圳朋友来请愿 希望用国内的科技 帮助他们站起来走路 那时候我想知道 他们心里面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是想要克服生活中 这些不友善的环境吗 还是他们心中有其他的需求跟想法 于是我做的这个问卷想要问他们 我想请各位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在轮椅上做了二十几年的人 你的答案会是什么 这是他们给我的答案 我想要跟我的家人去旅游 我的小孩正在学习走路 我想让他知道我也能走路 我想要在结婚的时候是用走进礼堂的 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牵着我的另一半 在公园里面散步 这些答案对你我来说是非常简单 非常平凡的事情 可是对于他们来说 却是放在心中一辈子的渴望 于是当我准备要开始进行研发的时候 我遇到了一个困难 过去我们有非常多机器人开发的经验 这些机器人都是独立运作的系统 我们可以很容易在实验室里面 进行功能性的测试 可是这次的任务不一样 我们必须开发的是 怎么跟人结合在一起的机器 我没有经验 而且我很难在实验室里面去模拟 到底肌肉瘫痪的情况下 我要怎么去用这样的机器人 我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于是我意识到 我必须将过去机器人开发经验重新归零 我重新回到校园去学习人体生理学 去知道人的骨骼神经的传递 肌肉的动作 我花了很多时间 跟我们的身上朋友学习去了解 他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例如 他们通常只剩下上半身有动作能力 所以在设计上面 必须避免增加他们上半身的 这些局数跟负担 平常他们是坐在轮椅上面的 我怎么样让他们 能够很方便地进行移位呢 他们往往不仅是下肢失去了动作能力 而且伴随着可能是失去了感觉的能力 如果真的能够穿上这套钢铁衣 他们不知道会不会压得太紧 所以我们要避免造成他们压穿的风险 另外他们也提到了 如果他们真的能够穿上钢铁衣站起来走路 他希望能够走起来跟我们一样自然顺畅 这些都是跟他们学习之后才能了解的事情 于是我跟我的研究办法队 还有几位合作的老师 开始投入研发 从无到有 花了九个月的时间 突破了这些国际上还没有完全科普的议题 我们成功地打造了国内的第一套钢铁人 我们帮助的同样是深藏朋友的许超英医师 再站起来走路 经过媒体的报导 有很多的深藏朋友 有很多家庭分分来询问 他们什么时候可以购买 他们很想赶快使用 于是我开始拜伴了国内的很多科技大厂 希望他们能够将我的技术商品化 让有需要的家庭能够购买使用 那一年我拜伴了超过一百家的企业 但是还是没有一家企业可以帮忙 这是我的阿嬷 那一年她九十几岁 有一天走路不小心跌倒 大腿骨折 无法再站起来走路 那时候阿嬷生活上常常需要别人的协助 她觉得自己无法独立生活 内心开始闷闷不乐 吃的也越来越少了 所以你看流失的非常的快 那时候我很想让我的阿嬷 穿上我盐巴的钢铁衣站起来 可是基于台湾的把力的限制 我不能提供给我的阿嬷使用 抵达德国的第一个晚上 家里传来二号 阿嬷故事了 当时对我的心理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因为我所盐巴的这套钢铁衣 我帮助了很多肾脏朋友站起来 可是对我至今的阿嬷 我却没有能够帮助到她 而且我永远没有再有机会 去看到阿嬷站起来了 这在我心里面留下了一个永久的遗憾 在那个时刻我也才意识到 原来当初来请求我 拜托我的这些家属 他们内心的心情是怎么一回事 于是在难过了一个晚上之后 我意识到我不能再等了 世界上还有很多伸张朋友 需要这项科技的协助 我决定我自己来做 2017年2月我跟我的团队离开了工医院 我们致力于将这个技术商品化 在去年我们终于突破了法规的限制 现在全世界有19个国家的伸张朋友 他们可以体会这项科技 带给他们的感动跟喜悦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 三个我印象深刻的小故事 在东京 孙女非常讶异地说 平常只看爷爷坐在轮椅上面 现在才知道原来爷爷长那么高大 爷爷听到之后非常的开心 在北京 对于女儿从两岁发病 失去了行走能力之后 父亲一直非常自责没有把女儿照顾好 这一天他看到成年的女儿站起来走路了 内心20几年来的愧疚跟自责获得了救赎 在加州一位因为练习而瘫痪受伤的奥运选手 现在每天穿上钢铁衣附件练习 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再回到奥运赛场上 我们实现了用科技帮助身战不久再站起来的初衷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科技推广到不同的预域 去帮助更多的朋友 对于膝关节退化的朋友 他可以用这项科技 帮他做极力的训练 坐在轮椅的朋友 可以用这项科技站起来走路 对于运动选手而言 他可以使用这项科技 帮助他在练习的时候避免受伤 我们的劳工朋友 我们的农友们 可以用这项科技 在他们搬运物品的时候 帮他们处理 避免他身体受到伤害 目前钢铁人科技 就在你我的生活之中 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钢铁人 只要你愿意跟我一样 这样的想法总为行动 去体会身边的人事物 每一个感同生受的课 都是一个让世界更美好的契机 谢谢大家 好 就是 лов的 无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